中山高的台中路段在凌晨时分发生了连接车翻腹的意外 肇事的驾驶因为过度疲劳大瞌睡 结果车辆失控 撞上了分隔岛 车头还冲进了背上的车道 驾驶是自行爬出车外的 幸运的毫发无伤 国道的霍栏被撞了东岛西关 连接车车头凹陷变形 很好在分隔岛和货柜车的车身几乎分离 凌晨四点多 国道中山高南下182公里处 驾驶这辆连接车的司机因为疲劳驾驶 车头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 在弹到北上车道 司机自行爬出车外 幸运的毫发无伤 因为自己的舒适造成交通大乱 驾驶相当的懊恼 由于连接车车体庞大 大型吊车花了两个多小时 才将造势的车辆移走 这起车祸也一度造成北上车道只能开放路间行驶 而连接车司机也必须要负国道护栏的损害赔偿责任